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整个这个工程目录咱们搭建完了 搭建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介入工程目录呢 开始往下去开展了 那在开展的话 咱们还得去来第一步 第一步呢 肯定要去构建这样的数据库的模型 所以呢 咱们得来去分析一下数据库这里面 那在分析数据库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呢 带大家来去分析一下 究竟如何去考虑 我应该去创建哪些模型类 然后呢才能够完成我对应的这个需求 所以我们现在呢 得来去分析这样的东西 咱们把这个表给建出来 那我们再去构建这样的一个 plus这样的表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再去构建这个表的时候呢 咱们怎么去分析呢 我们再去构建的时候 不是一上来就要去创建模型类的 而是说模型类只是对于数据库表的一个抽象 所以我们再去构建的时候呢 要与谁呢 要与表的方式来进行考虑 我们就考虑这个表究竟应该怎么去建 这个表建完成之后 回过后来 你再去看一下 我把每个表直接给你对议成类的方式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我们再去考虑的时候的一个思考点 那咱们现在呢 就来画个图来专门去构建这样的一个表 看一下这个表怎么去做 所以呢 咱们现在先来去分析 那你说我现在要去构建数据库了 我得去存什么样的数据 产品当中有哪些需要保存 我就要保存哪些吧 所以你现在来看一下 在产品当中你一开始想到了要保存什么数据 是不是肯定要有用户啊 所以那对应于用户 我就得去创建一个用户的表 专门来去保存用户的信息吧 所以咱们来去创建一个用户的这么一个表 比如说我把它叫做user 用户的张表 那用户的这张表当中 我在进行构建的时候 那你说了 在这张表当中 我要去存放哪些对应的键呢 哪些字段呀 首先你有一个ID吧 对吧 这个ID 那你说这个ID是什么东西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 在注册的时候怎么去考呢 考虑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个注册这里面 又不有什么信息 就可以考虑什么信息了 你看一下注册的时候 需要保存什么东西 用手机号吧 那你说我拿手机号 作为它那个主件 能不能行 我把这个东西 把手机号作为主件 能不能行 完了放到这 然后呢 我说了它什么东西呢 它应该是一个主件 好了 我勾弦一下primer key 它应该是一个主件 这个大家不用关注这个软件细节 就是拿这个软件 给大家画一下图 你用普通的这个 最原始的画图 也是可以的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手机号 那你说把手机号 当作主件能不能行 所以这是大家考虑问题 你在一开始考虑的时候呢 我放到这 怎么去考虑它呢 考虑它的话 你得想到 关于这个用户的一张表 我一旦构建出来 那你说 我在整个咱们的产品当中 除了有用户信息要存之外 还有什么信息要存 还有什么信息要存 是不是商品啊 咱们这里面最主要的商品 是哪个东西 是房子吧 房子是不是肯定 我也得给你构建出来 一个东西要去存呀 所以肯定呢 还会有一个房子 比如说把它叫做house 还会有这么一张表 那house这张表里面你去想 肯定它得有一个字段去存 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吧 对吧 肯定得去想 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 也就是说得要一个用户编号 那你说这时候 如果我用的用户手机号 能不能行 用户的手机号 用户手机号的话 我作为跟这个东西来进行关联 好的 相当于 这个东西它肯定是一个外件吧 方论可以 而且这个外件 是不是指向用户这个主件呀 跟它关联起来了 跟它关联起来之后的话 我就说了 按照这样的方式 没有问题 能够关联 但问题是说 日后如果用户换了手机号呢 如果用户一旦换了手机号 所有跟它有关系的 这个数据里面的 那条记录值 是不是偷得改呀 对吧 所以从这一点角度上面 我们说了 对于一个用户编号来说 不要用他自己的值 而是说用谁的 我们自己内部维护的值 你说mobile实际上是不是用户自己签写的呀 所以它签写的话 它就有可能的变 我们给它分配一个编号 它永远都不必见 所以拿这个东西来去作为用户的ID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对于这个用户 咱们要给它换了另外一个次段吧 比如说我专门就给它起名 一个叫做ID 这个ID呢 是一个整数 这个整数我来去维护 然后呢 作为你的对应的这样的图件 然后呢 别的表当中 如果说像这个房子里面 它到底是哪个用户的话 我只要去存谁呢 只要去存优色的ID 是不是可以了 这个优色ID跟这个值保持一致 是不是可以呀 所以现在呢 哪怕用户手机号换 这个值我也不用去换 就是关于这样的点 所以呢 要明白这样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那咱们还会回复来看一下 用户这张表 这里面要有一个用户主件 除了用户主件之外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记录 什么相当于手机号啊 手机号得去保存 那手机号再保存的话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对应的 咱们先来看这个东西 是吧 还有密码啊 password的 然后呢 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对应的用户名字吧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比如说 当我进行做登录之后 要不要 12345678 你看一下 当我在这里面登录之后 在它的个人注业这里面 是不是要有一个用户名啊 对吧 虽然在注册里面没有 但是后面 我是允许进行设置的 所以就相当于这里面的 还有一个用户的名字吧 比如说把它叫做name 然后呢 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头像吧 头像比如说 英文的单词 把它叫做advert 你说这个头像 要存什么东西 是头像的一个 一个路径吧 应该是一个url 相当于这个存放的 是一个路径 然后呢 这个图片呢 我们说了 咱们会给它 存放到第三方服务 存到漆牛 所以呢 它会在漆牛当中 给我们提供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呢 专门来获取这张图片的 所以呢 对应的 就是把那个网址 给它存下来 接下来 再来看一下 还要保存什么东西 现在来看一下 说了 关于到底是买家 还是卖家 这个身份 我需要存吗 我们刚才是不是说过了 一个用户 后见出来之后 我认为你既可以是买家 你说既可以是房客 是不是也可以是卖家 也是房东啊 对吧 你一个人可以兼具 两个身份 一个人兼具 两个身份的话 那我在这里面 还用把你的身份 给标出来吗 你既可以是买家 也可以是卖家吧 所以这个身份 我们就不用去存了 你如果你发布过房子 那你就是房东 你预订过别人的房子 那你就是房客 你两个人 两个事情 你都可以去做吧 完全都可以这样去做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面 就不带一些区分了 然后呢 相当于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实名认证信息 需要去保存呀 这是跟你的用户 资料相关系的吧 所以我要给你的资料 保存下来 那相对应呢 可能会有保存一个 用户的一个真实的姓名 比如把它叫做 real name 然后呢 还要保存一个 真实的身份证号吧 比如把它叫做real id card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还要保存什么东西呢 还要保存什么东西呢 钱 我们没有做到 那么一个扩展 就是说 你要还把它的余额 也做去吧 咱们现在还没做到那 那关于当前的这里面 还有什么东西 外件 你说在这里面 做模型类的外件 关系吗 凤字的房源是吧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用户的这个房子 用户的这个房子 也是我们这里的信息 这也是跟用户有关系的 跟用户有关系的 这个房子信息 比如说这是房源信息 我把它去配出一下 这里面 这个用户没设置过 在这个里面 用户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看一下 关于这个用户里面 没有问题 它确实有一个 我的房源信息 这是它要保存的 那关于这个 我的房源信息的话 这时候就要去做了 你说这个房子信息 我怎么给它保存啊 我给它保存到 用户的这张表里面 能不能行 能不能行 这里面 房子里面信息的话 你说了 房子这里面 有这么多的信息吧 对吧 每一个房子里面 会包含什么呢 要包含房子标题 包含层区 还要包含它所对应的价格 还有房子图片 那这些东西 都有是一条记录 那我如果把用户来说 它可能发布了 众多的房子 我都给它塞到 用户这张表里面 这张表是不是很臃肿啊 所以我们是不是 要给它单独出来啊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单独出来 给它放到一个 house的张表里面吧 所以这是关于房子 house里面之后的话 那你说我在用户这张表里面 用去存放 它发布过哪些房子吗 我实际上 如果可以在 房子这张表里面去保存 每一个房子那条记录 它的房东是谁 通过这样的方式 关联起来呀 对吧 这个意思拿到明白 就跟之前在去做 书籍跟作者的关系 是不是一样的呀 你现在这个作者 不是现在用户啊 你的书是不是就房子呀 所以是在房子 也就是说在这个房子里面 存一个外件 指向用户 它到底是哪个东西啊 是哪个用户的 所以这关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那关于用户的一个 基本信息 我们目前考虑到的 就是ID 手机号 然后呢 密码 对应的 还有这个用户的名字 头像 真实的就是信息 放在这里面了 那说除了这些信息之外 还有别的信息吗 现在证明 是不是看不到了 现在这里面看不到了 那咱们就有了 那接下来再看一下 这个注册的时候 注册里面的 手机号的验证码 跟这个图片的验证码 我需要保存到这儿吗 这个面子的验证码 实际上是不是临时存储的呀 临时存储的话 我们放到哪儿啊 放到Redis当中吧 这就是我们说的 咱们要去操作Redis 装置去保存 所以呢 这两个数据呢 不保存到数据库当中 而是给它放到 临时性的数据库里面 放到Redis当中 好了 那关于一个用户的信息 咱们给我讲完了 用户的信息构建完之后 我们接下来 再来看一下 另外的一个主体 另外一个主体 什么主体呢 就是房子的吧 对吧 我在整个产品当中 除了要保存用户数据之外 是不是还要去保存 这个房子的信息呀 这个房子信息 这些数据 也是我要保存下来的吧 所以我还得构建出一个 房子这张表 House这张表 那你说 房子这张表当中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外件之外 我先把它删掉 除了外件之外 咱们最主要的 你房子里面 是不是也有一编号啊 我得用来维护吧 因为就相当于 你获取详情的时候 到底获取就是哪个房子 你预定的时候 又一定的又是哪个房子 我得知道 所以必须得有一个ID 好 而且这个ID 是不是要 我们把它要作为主件呀 咱们要把它作为一个 主件方式来进行存在 把它作为主件 主件FrameK 通常简介书就是 这个PK 然后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那房子当中 还有什么样的信息 房子 刚才咱们说的 这个房子最重要的 它是谁的吧 是不是得存下来呀 所以要存一下 User的ID 房东的ID吧 只要是 房东跟房哥 是不是都在这张表里面呢 一条地路吧 只要存一个User的ID 是不是可以了 User ID是什么值 是外界的值吧 而且呢 这个外界的值 指向的是谁 不是就指向的 用户这张表里面的 用户的ID啊 比如说这个ID 跟它是不是 对于对应关系啊 对吧 所以 它的关系的话 是一种什么样的 是一种外界吧 外界不是什么关系啊 是一对多吧 所以就相当于是 用户这张表里面呢 有一个记录 跟House这张表里面 有一种一对多的关系 是这种一对多的关系 一对多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通常情况下 你如果看到这张图的话 左边这里面是 实际上是一条竖线 一条竖线的话 代表是一 然后呢 右边那张图里面呢 这里面抽不过来了 右边那张图里面呢 实际上待会我们看到 它是一个差 是多条线 这代表是多的意思 现在就相当于是 左边是一个用户的这个ID 跟右边 它有一个用户ID 是一种对应关系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房子当中 还要存什么数据 这时候再来分析的话 怎么分析啊 是不是结合着产品啊 我们就看一下 在产品当中 关于这个产品 房子的详细信息 都用哪些数据就可以了 所以咱们来去分析 在房子当中都有哪些信息呢 这里面一上来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房子 一个标题啊 对吧 这是代表房子标题 所以比如说 把它叫做Title 好 这是房子标题 然后呢 现在来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对应的 这里面是房东的信息吧 房东信息 这里面的头像啊 还是房东 是不是通过外键 就能够找到用户 这种表面啊 它里面存在的吧 所以没有了 这里是不是还有地址啊 那这个地址 在去存的时候 我们现在来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址刚才说了 除了我们能够看到 这个详细的地址之外 还有一个所带城区吧 因为我们说了 能够根据这个城区 是不是来行 对吧 所以要这里面 还有一个存一个城区 比如说把这个城区叫什么呢 叫做area 区域 那你说这个区域的话 咱们怎么存 在这里面存这样的具体的数据值 能不能行 能行吧 实际上是不是能行啊 存这样的东西 我就是说把这个区域的这个名字 我给你放到这 名字放到这之后 然后呢 那我再进行一个区域的时候 再进行过滤的话 根据这个名字 是不是能够在号张表过滤出来啊 能了吧 我完全可以在这里面呢 进行构建的时候呢 就相当于 我完全可以在这里面通过 比如说通过什么 通过这个select 然后呢 from 然后呢 house这张表 然后只要是where area name 等于你在这里面去指明的 这样的一个名字 指明的这样的区域 能不能过滤出来啊 住住房子 但是你说了 在这个当中 我在已经过滤城区的时候 不仅仅要过滤房子 实际上在最一开始的时候 我还得及点击一下 把当前所有的程序 是不是都拿出来啊 对吧 那你说我现在 如果单独仅仅于 靠着这张表 能不能拿出来 拿出来吗 拿得出来吧 我直接在谁呢 还是在house这张表 我只不过circle语句换一下 换什么东西 我只要是select from house 这里面有点小 我只要是在这里面 进行house当中 进行天中 我只要在这里面 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怎么去操作它呢 只要在这里面 去写的时候 还是select 然后呢 from 然后呢house这张表 我不做任何过滤 直接往外去提 是不可以啊 我只要把area name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的话 它相当于 我得进行一下去虫吧 去虫还有印象吗 第一次 进去的吧 是不是通过这样方式 能够去虫啊 所以distinct的方式 能够也通过这张表里面 把所有的续信息 全都拿出来 但是你说这样方位吗 还行 但是如果你的房子 这里面随着日积月累 你出现了几千万条的 房子的桥产 然后呢 城区可能就有几十条城区 你从几千万条当中 查出来之后 再去去虫 只剩下了几十条 你说这个代价 会不会很大 肯定会很大的吧 所以我们说了 数据库这个操作 随着整个项目阶段推进 你会发现 数据库是整个视图当中 三批写的时候呢 一个瓶颈问题 所以就意味着说 你在进行设计的时候呢 要去考虑到 你日后查询的方不方便 而且呢 还要去考虑到 你日后查询的时候 速度快慢的问题 你通过在几千万条 几百万条当中 只过滤出来几十条信息 肯定这个代价会很大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 虽然这里面能完成 但是不方便 所以咱们怎么做呀 是不是另外建张表了 所以 好了 又要去建一张表 比如说 我们把它叫做area A-R-E-A 就叫做乘区这张表 那你说在乘区这张表当中 我是要存什么东西 也得有一个ID吧 所以 这个ID 我们给它放过来 比如说 为了看让它看得清楚一点 比如说咱们写一下吧 叫做areaID 这个东西我也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叫做houseID 这里面比如说这个 useID 好 那现在来看一下 这里面要存一个区域ID 然后呢 它要存什么东西 区域的这个名字吧 对吧 还有一个区域的名称 然后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这部区域是不是信息就有了 有一个区域 在这里建一条记录 然后呢 回过来呢 在house这张表 在房子张表里面 跟程区域有关系的时候 怎么存 不存外建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在这里面 只要去存 area这里面的一个ID 就可以了吧 只要存区域表里的ID 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面又是一个 外建的关系 好 所以里面它是个外建 然后呢 它要去指向这张表吧 好 接下来 咱们来看一眼 那在相对应的 还有哪个信息 需要去保存 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的话 就相当于是 具体详细信息的 你比如说 想什么出租几间呀 面积呀 然后不行呀 融入几人呀 房子啊 然后押金数啊 这个输入天数 最多天数 最少天数 是不是都要在这里去写呀 所以呢 这些天数的话 我们就不再去做了 都应该是在这张表里面的 所以呢 我在这里面给你写一个 点点点 就代表当前的那个游戏 接下来 咱们再来看一下 那还有哪个东西 需要保存 这里面 是不是还有一个价格啊 对吧 价格是重要的 所以呢 把价格给你写出来 价格是要存的 然后除了价格呢 房子的图片 是不是要保存啊 对吧 房子图片 然后呢 那你说的 房子我们说的 这个产品当中 你可以去保存 多张图片 多张图片怎么保存 图片地址吧 比如说我现在人 产品允许你 每个房子 在行保存的时候呢 保存五张图片 然后你说的 这时候你不做 那我在这里面 可不可以按照 最原始的方式 你现在不说 最多只能保存五分吗 我就直接给你 放到房子这张表里面 然后呢 比如说就叫做 image 比如说image 就是第一张图片的 然后呢 再对应的 image 就是第二张图片的 然后呢 比如说咱们 现在解写一下吧 就说三张图片吧 三张图片放到这了 放到这之后的话 然后呢 你现在再看一下 能不能满足需求 可以满足需求吧 我查询的时候 是不是也能查出来呀 根据你房子的 这个办公的编号 然后呢 我就把你所对应的 房子的信息图片 都直接过来查出来了 但是你说 这样的方式下去做的时候呢 并不友好 并不太好 为什么呢 有两点原因 第一点原因 你这个房子 我说了允许你传最多 比如说除以除了三张 但是一定所有的用户 都传了满了三张吧 不一定吧 有没有可能 大部分用户 只传了两张 或者传了一张啊 很有可能吧 如果你这时候的话 那你现在看一下 就相当于 在这张表当中 剩下的两个字段 或者那一个字段 是不是就空了呀 对吧 那我们就说了 如果你数据库当中 大部分人 又都没传满三张照片 那你就会出现 大量的空白字段 这个空白字段 虽然是空的 但是呢 像MySQL这样数据库 还是会给它留地方 相当于 它还是一种容易字段 还会多多少少 会浪费空间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再来句说 那我如果日后产品 一旦调整 我们在创建数据库 在设计的时候呢 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不仅仅要考虑 当前情况 还要考虑到日后扩展了 日后扩展的话 什么意思呢 我日旦产品调整 我说 现在允许你最多传十张图片 那你怎么办 回过来改一张表 我再多增加七个字段 是不是可以呀 那你说之前的话 那七个字段 是不是又属于空白字段了 还是容易的 而且呢 你还要调整那张表的结构 你尽量能不调整表结构 就不去调整表结构 所以你直接放到这张表里面的话 不太方便 那怎么办 再放这张表吧 所以从这张表你给它拽出来 所以再建一张表 就叫做 比如说我把它叫做 房子的house image 房屋这张表 那我在房屋这张表当中 要做什么工作 存什么值 时间得有一个图片的ID吧 image 所以大家养成习惯 哪怕你现在想不到别的外建 有跟它有关系 还是每条记录都得有一个主件 然后接下来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这个图片的那个UIL吧 网址是多少 还有什么东西 还是最重要的 这张图片是哪个房子吧 所以应该是有一个house的ID 而且这个houseID 实际上是不是也是 这种外建的关系 这种外建的关系 然后呢 这个房子是不是指向它呀 所以那你说 这时候是哪个是1 哪个是多呀 所以就相当于 应该是从这个里面 是不是指向它呀 一个房子可能有多张图片 好那我现在回回来 在房子当中 还需要去存这样的链接吗 是不是不需要去存啊 只要存这一个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你按照这样方式去做的时候 代表什么意思呢 你这个房子上传几张图片 我在这张表里 是不是有几条记录啊 然后呢 我在程序当中去控制一下 我只允许你上传五张 我就相当于程序的方式 去控制你 只能保存五条记录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日后一旦扩展呢 日后一旦扩展的话 我表结构用变吗 不用变吧 你说能传多传十张 那我在这里面 多传十个记录 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关于这样点 我们要把它撑开 这个思路 大家要去会用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图片 咱们还没说完 原因在于哪 我们现在 你现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但是说了 还得去考虑一下 我日后查询的时候 方不方便 你去想一下 关于房屋的多张图片 我什么时候会查询的 是在房屋的详情页面 那里面 是不是要去用到多张图片呀 但是回过头来 看一下房屋的这个主页当中 对于一个房子来说 我需要把它所有图片 全呈在这吗 不需要吧 一个房子只留一张图片 是不是可以了 还有相对应的 哪啊 列表页当中 列表页当中 一个房子 我是不是也只给你 有一个张图片就可以了 对吧 都是一个主图 所以你现在会发现 关于房子的详情的话 那个多张图片 只有在详情 这一个业务需求当中 用得到 而对应于主页来说 对于这个列表页来说 这是用户在 进行访问的时候呢 大量访问的 大量访问的时候呢 却只用到一张图片 如果我这时候 按照这样方式去做的时候 能解决这个问题吧 能解决 但是怎么去解决 你就比如说 我说列表页 列表页当中 我根据这些条件性筛选 筛选这些条件性筛选的话 以谁作为主题查询对象 是不是以耗子这张表 能够查询对象啊 以耗子这张表 然后根据这些条件性过滤 过滤出来的时候呢 拿取出来的 不都是一个一个的 房屋的对象啊 这里面有房屋的编号 有房屋的标题 有房屋价格 区域信息都有 但是有图片吗 没有吧 我实际上是不是 还得回过来 再去根据所有的房屋 我根据这个编号 查询一下你的图片 根据这个编号 查询一下图片 而且你查询一下的话 每个房子 是不是有多张图片呀 我仅仅只需要一条吧 那你说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不是很麻烦啊 对吧 所以我们为了 节省开销的时候 可以怎么做 可以怎么做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就定一个冗余字段 所以呢这一点 需要清楚的 冗余字段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你这张表里面 虽然已经有了 另外一张表 存了相关东西 但是我还是回过出来 为了我查询方便 我专门就去存了一个 index主要图片的URL 可不可以给你放了 就相当于这条记录的 这个值很可能 在这张表里面 已经有相同的值了吧 但是我们把它做 容易自断 但是呢 我还是要给你加上 加上之后的话 我查询的时候 是不是就减少了一次 表的关键查询呀 对吧 减少了查询它 我只要查询 耗子的表 我就把它对应的 图片都拿到了 所以呢能够提醒 我的这样的时间的开销 虽然这一点思路 大家要有的 那这一点思路的话 我们通常把这点思路 起一个名字 叫做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 我们把这东西呢 叫做 以空间换时间 你要知道 这样一种设计思想 不仅仅在购物件表 在你写程序的时候 也是可以的 因为你现在会发现 存储的这个空间的成本来说 要比你时间 是不是要低很多了呀 成本越来越低了 时间越来越尊贵 你哪怕差了0.1秒 你带来的经济价值 都要比你成本 发费的代价要高得多 所以呢 你可以用空间来换取时间 哪怕多存一个 这样的空间来换取 哪怕0.1秒 0.2秒 带来的价值都是很大的 这是关系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说完这个图片之后 还有相对应的 什么东西呢 咱们再来往下走 这里面底下 是不是还有配套信息啊 那这个配套信息的 这个东西 我们说了 房子这里面配套信息呢 咱们做的一个设计需求 就是这些信息 都是固定的 就是这些信息 如果你房子有哪些东西 你勾写哪些东西 如果哪些东西没有 你就空着 就下来给大家展示的时候呢 如果没有的话 这里面就展示这个 这样灰色东西 如果是有的话 就比它深度高一点 是这样的东西 到底有哪些配套设施的选项 我们都固定好了 所以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那这个设施信息 我们怎么去存啊 怎么去存 我存到house的网里面 能不能行 这里面有一个无线军网 好了 house里面有无线军网 如果你有这个东西 你勾选 把它设置为真 比如说把它设置为一 如果没有这个设施 你把它设置为零 能不能行 能行吧 有多少设置 我就做多少个字段吧 但是还是那个问题 是不是跟这个图片 是一样的道理啊 会有大量的冗余字段 空白的 然后呢 还会受到日后的扩展吧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是不是再建表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 还要再建一张表 建立一个什么表呢 你比如说 现在当前都有哪些设施 好了 我把设施给你列举出来 比如说就把它叫做facility 设施不叫做facility的意思 应该是facility吧 facility 是这样的一张表 房屋的设施表 那在这房屋的设施这张表当中 我们要存什么东西 肯定得有设施ID吧 对吧 比如说把它叫做facility 对应的ID 设施ID 然后它是一个图件 这图件我就不再设施了 然后还有什么东西 很有设施的名字吧 对吧 设施的名字 也是我关心的东西 那我就给你放到这儿 通过这张表我实际上是不是就把设施的这个ID跟名字都考虑下来了 然后回回来大家看一下 那你房子当中都有哪些设施啊 你去想一下 一个房子里面是不是有多个设施啊 对吧 就相当于 可能有多个房子里面 可能一个房子里面有这么多设施 那你再说 一个设施 比如说这个空调 可不可能被多个房子所具有啊 可能吧 所以你现在来看一下 设施这张表跟房子这张表之间 是不是就是一种 叫做多对多的关系啊 一个房子可能有多个设施 一个设施可能被多个房子所具有 所以它就是多对多的关系了 多对多的关系怎么存 这中间是不是有中间表啊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还有一个中间表 叫做house by 30 那在这张表当中 要做什么东西 还是养成习惯 是不是有一个主件呀 对吧 主件放到这儿 再然后呢 我就去存的话 就相当于 一个房子会有 会有很多个设施吧 好了 现在就写了 那肯定房子是谁 有一个house ID 这里面实际上是个外件吧 然后 那这个房子 有什么样的设施呢 basid larity 对ID 放到这儿 所以现在就相当于 什么的关系呢 你一个房子 里面不有多个设施吗 你放到这儿 同样的一个ID house ID 里面是不可能会有多条记录啊 这个多对多的关系 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 所以 它的意思就相当于是说 我们给大家去画一下 这里面可能有一个房子的这张表 house这张表 在这张表当中 其他字段都可以隐藏 只有一个house ID 给你放到这儿 可能还有一个title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房子编号为1 然后呢 这个标题的话 比如说就是 中粮 中粮就中粮吧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还有一个IDR 这个IDR呢 可能是一个行为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 这是房子house这张表 在house这张表之外呢 还有另外的一张表 另外张表 比如说是设施这张表 设施当中有一个对应的设施ID 然后呢 还有一个name 比如说这个ID为1 这个ID为1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设施呢 比如说就是WiFi 然后呢 最近还有一个R 最近这个R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设施呢 空调 Aircondition呢 是吧 就是说TV吧 解释 好 就给你列出来这样两个东西 列出来这样两个东西之后 然后呢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那相对应的 我怎么去关联这两张表呢 就得再去搜写一个呀 就是相当于house 最英的facility 然后呢 这里面我们会说了 咱们会去见的时候呢 要去见一个最英的ID ID是记录号 然后呢 这里面有一个houseID 还有一个facility larity facility ID 然后呢 比如说当前的记录编号 唯一 第一条记录 然后呢 我就说了 当前一号房子里面 有哪些设施呢 有一个设施 编号唯一的 它有WiFi 好 再接下来 第二条记录 还是房子 ID唯一的中良的房子 然后呢 它有什么设施呢 它还有一个电视 电视的多少呢 是2 所以放到这儿 再来看第三条记录 然后现在呢 我说了 编号为二的这个房子 它有什么设施呢 它也有WiFi 所以呢 再去存一下 WiFi的ID是多少呢 一 再来看一下 第四条记录 当前编号为二的房子 它有什么设施呢 它有一个TV 所以呢 它对应呢 就是2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上面这三张表的 这种对于零关系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何去理解 它的对于多对多的关系呢 一个房子 看一下 一条房子的记录 跟这个设施记录的时候 是不是有多对多的关系啊 一个编号为一的这里面 跟它有关系的 有一二两条记录 那再反过来看一下 一个设施 比如说编号为一的 WiFi的设施 跟它相关联的房子 编号为一的设施 是不是也有两条记录啊 一个一 一个二吧 所以这就是多对多的关系 多对多的关系呢 就是通过这样的关系 关联起来的 好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操作 这一表也画完成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有了这张表 那在House这样的东西当中 是不是就不需要再次设施了 直接只是在这个House当中 是不是就可以了 在House Fidelity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相对应的底下这里面 关于房子 实际上还有评价信息啊 对吧 还有评价信息呢 还有评价信息的话 然后你说了 这个评价信息 咱们怎么继承啊 怎么继承 那你说一个房子里面 是不是有可能会有 多个评价信息啊 对吧 有多个评价信息 到底有多少条 不固定吧 所以这时候 是不是肯定会设计到 另外一张表啊 对吧 肯定设计到另外一张表 那比如说 我把它做到评论信息 comment 叫做comment 然后那你说了 这张表实际上还隐藏着 它跟另外一个东西有关联 有没有这种关系 跟谁有关系 跟用户吧 还跟什么 跟房子吧 还跟谁 跟订单吧 好 你现在来去看一下 相对应的 比如说我登录进来之后 这里面看一下 有没有 客户订单 那你说了 这个订单当中 如果被用户订完成之后 它是不是发给评价啊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什么时候会产生评价数据 是产生订单 并且完成之后 是不是才评价数据啊 那你说这个评论 跟订单 是不是就一张表啊 是不是就一张表啊 有一个订单的记录 就得有一个评论信息吧 有一个订单 就有一条评论信息 所以它们时间 是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啊 既然是一对一的关系 评论信息 是不是就可以给你放到订单表里面 对吧 订单我肯定要去保存的吧 所以 这点 这点思路 大概都没有什么意思吧 所以 我肯定 现在 比如说我现在给你放到这儿 然后呢 咱们再来去构建一个订单的张表 咱们分析一下 你会发现 Command跟Order 就是一张表 你看一下 在订单这张表当中 要去保存什么样东西 在订单表 首先得有一个订单的编号吧 OrderID 然后呢 还有什么东西 是谁下的单吧 这个谁是不是就是房块了 所以应该是 UserID 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 他预定的是哪个房子吧 还有 还有对应的 House House ID 然后还有什么东西 看一下 还有的东西就是 他所创建的这个时间吧 订单的创建时间 比如说把它叫做Create Time 然后呢 还有什么时间 还有什么东西 当前的 房子的这样那个 入住时间跟结束时间吧 对吧 Stard Stard 比如说 骑士时间 Stard Data 实际上是不是还有一个 他要入住的一个结束时间呀 N的 Data 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呢 订单的这个东西 还有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关于这个订单当中 这个价格是不是要去存的 对吧 价格是要存的吧 这个价格咱们总是存的 如果我在这里面想要去做这个订单的时候 直接想把这个房子的单价就就铲出来的话 那你说这个单价能不能存呢 就相当于Price跟谁呢 跟这个Count通通的我们都要去存 首先先来说 单价有没有必要要存 有没有必要要存 如果说没有Count的资段之外 需不要存 如果没有Count的资段 需要存的吧 原因在于哪 原因在于你今天预定的房子是369 明天房子房东能不能改价 能改吧 一改改成299了 然后呢 那你说 这个单价 我如果不存的情况下 你再发现这个订单的时候 那刚前这个房子 再去产生订单的时候 那个价格 是以当前的文准 还是你下单时候为准 对下单时候为准 所以单价是要去存下来的 然后呢 那相对应的 Count这个东西呢 这不是写错了 这咱们写的是Amount 金额 Amount这个金额要不要存呢 这个金额的话 就相当于Price跟Amount 你二选七是不是可以啊 但是呢 二选七的话 我们为什么还要存它呢 原因就在于 你在做了这个表当中 不仅仅在前端当中 可能会用到 你在产品当中 是不是还有运营人员呀 运营人员的话 要不要做统计呢 一个产品当中 离不开运营人员 运营人员的话 他要去做运营分析 会查看一下 当前这个月 或者当前这一周当中 究竟产生了多少订单 订单的总金额是多少 所以你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我不存这个字段的时候 那你怎么去做 我是不是得按照这个 入日时间跟期日时间 再根据这个价格进行计算 才能得出金额呀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再来通加一个字段的原因 又是那样东西 去节省它统计的开销 所以节省它的统计开销 那相对应的这个天数 我们通常也会用来进行 作为统计分析室的时候 省得你再去每次进行统计的时候呢 都要去每条记录都进行一下 underdate 减计startdate 去进行一下时间吧 所以我干脆把计算结果 已经给你放到这 计算结果给你放到这之后 你在进行统计的时候呢 不需要每条记录都进行计算了 而是说直接按特定的字段 进行统计分析就可以了 这几个字段amount跟这个days呢 入度天数都是用来做统计 进行分析室的吧 所以这点大家也是要清楚 要考虑你的产品当中 用到什么东西 然后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订单当中还要有什么东西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订单的状态吧 对吧 订单的状态 你是刚刚下单之后 是等待被接单的呢 还是说已经接单 已经接单之后 是等待支付呢 还是已经支付 还是评价 是不是状态要写啊 对吧 相对的状态 然后还有什么字段 还有什么东西 是不是评价呀 对吧 所以我们看一下 你最终一个订单 会有一个评价 所以呢 评价跟你的订单是一对一的 所以就相当于 这里面是不是还会再需要 泡沫的字段啊 不需要了吧 直接只需要 不需要comment那张表了 直接放到订单这里面 就可以了 放到订单这两个表里面 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操作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我刚才在给大家 去演示的时候 是不是还去说过了 你这里面是可以 允许拒绝的吧 对吧 是不是可以去允许拒单呀 房东如果允许 房东如果拒单的话 要不要去保存 对应的一个拒绝原因 因为我们说了 你拒绝的话 是必须得去 填写拒绝的原因呀 所以这个原因 是不是也要保存下来呀 那你是不是也得放到 out的领域里面呀 那你放到out的领域里面的话 那我们再建一个字段 比如说叫做reject 比如说叫做ridden 拒绝的原因 拒绝的原因 给你放到这儿 拒绝的原因 放到这儿之后 回过头来 再来去想一下 这个reject的Jason 跟comment这个字段 它实际上是一个 酷斥的字段呀 什么意思 这相当于 如果你单独被拒绝了 你 我填写的reject 这个拒绝原因之外 还会有评论吗 不会的吧 如果能评论的话 它会被拒绝吗 不会吧 所以那我能不能 把这两个字段 合二为一啊 能不能合二为一 可以吧 所以就相当于 既然那两个字段的值 是互斥的 我就合二为一 那我怎么区分 这个字段的值 到底是评论信息 还是拒绝信息呢 是不是有订单状态呢 你订单如果是被拒绝的 那你这个字段的值 就是拒绝原因 如果这个订单状态 是已经评价了 那你字段的值 是不是就评价信息啊 不评价的话 你在这里空着不就行了吗 所以肯定在这里面 是不是要去留一个字段值啊 就是说 我意思就是说 你到底是说 留两个字段 还是留一个字段 reject written 因为你发现 这两个字段的话 不可能同时出现 只能出现当中一个吧 所以留谁都可以了 这是我们跟大家 去说明的一点原因了 那你现在再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产品中 咱们去实现的一个 最小的一个模型里面 是不是就包含这气氧表啊 然后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什么东西 我们在进行搜寻房子的时候 搜寻房子的时候 这里面来去看一下 是不是有一个过滤条件呀 过滤条件当中 有按照新旧来排 按照价格来排 新旧跟这个价格 是不是都在房当中 能够查出来呀 但是你说按照 入住最多呢 入住最多怎么来看呀 入住最多是不是代表 下的订单量是最多的呀 所以订单量最多就往前排 订单量在哪儿 我有在房子量表里面去保存吗 没有吧 是不是在订单表上保存呀 如果说了 我们现在就考虑 实现这样的适足的时候 怎么进行查寻 我首先得根据这前两个条件 把你的房子信息过滤出来 过滤出来之后 再根据这个入住最多进行排序 所以这时候的话 是不是还得操作 order的单表里面 把每一个房子的订单量 是不是统计一下 统计完成之后 再按照大远来排序吧 所以你说这个代价大不大 很大吧 所以我实际上 是不是还是采取用空间换时间呀 那我在房子当中 把你的订单量保存下来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我叫做order count 就相当于我在这里面 下了这个房子一个订单 我回回来就去记录 我要在号当中 把订单量给你累加上1 下一单累加1 下一单累加1 那回过出来 你再根据订单量排序的时候 order count是不是你的订单东西啊 所以我根据这个东西 直接一排序 是不是就可以了 根本就不需要再去统计它了吧 所以也能够节省我的时间 所以是关于这样点也叫不通常 好